咕咕 人的星球 大家好 我是Rebecca 一個十年拍攝經驗的攝影師 上一集教了大家拍攝時可以用到的技巧 影片推出後 也收到不少朋友說很期待新片 今集我要教大家如何將這輯照片後期調整到清新的色調 我本身是用Lightroom 如果用CAMERA RAW的朋友看這影片一樣可以用得到 相機大家都有的 但色調才能表達到個人風格 所以我希望我出完這影片後 不會說每個人學懂後不找我拍照 好了 不說了那麼多 我們馬上開始吧 這輯照片我相信最吸引你的地方就是那個藍色 這個藍色不是平時肉眼看到那隻天空的藍色 而是帶一點薄荷綠 青青的 我們經常看到日本攝影師拍出來的作品都是這一種顏色的 超級清新 調整這藍色其實也有點複雜 我在四個位置做了功夫才調整這顏色 然後我會在這影片中逐樣逐樣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要由白平衡開始 我把色溫調冷一點 讓它沒有太黃 還有減少紫色 讓整個畫面會比較綠 只吞這一樣 只吞這一樣 其實你已經看到有分別 下一步就是 你看到我鋪出來的照片 看上去很光 但又不是只有爆字 要保留多些照片的細節 我會在這四樣東西入手 高光和白色就需要壓低一點 讓它不要太爆 陰影就要調高一點 可以看多一點暗部的細節 如果不夠的話 也可以像我一樣 在下面的色調曲線的位置 再拉多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個人習慣 就會把飽和度降低 再把鮮艷五度補多一點 看上去 照片的色調就會很柔和 第二樣可以調到藍色的地方 就是顏色調整 這部分最主要是把畫面裡面的顏色 整個去改變 我們去調整這部分的時候 其實要很小心 因為每一個位置都會影響到其他顏色 一不小心的話 就可能整張照片變瘋了 這裡其實我都用得很大膽的 這支照片 我直接把綠色調較藍一點 把藍色調較藍一點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已經完成了大部份了 第三步就是去到顏色的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相對 比起剛才的調整輕鬆很多 這個我經常都用的 因為它是直接指定 將某一種顏色的飽和 光度和顏色去改變 但同時不會影響到畫面裡面其他顏色 所以調整這個的時候 是沒什麼壓力的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這裡 調整藍色和青色去到自己想要的層級 最後就是分角色調 這一部分其實是把光位和暗位的色相和飽和度 去做一個改變的 而我們這次是要加一點藍綠色 我便會把它放在兩部的區域 我們可以看到 一放進去 其實這樣已經對整張照片的風格 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我通常建議這個步驟 是放在最後才做的 因為主要都是要看之前 有一個白平衡、飽和度、顏色、校正等 是否已經去到你自己想要的效果 然後才再決定要不要加這個濾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必須的東西 最後最後最後了 真的最後了 我覺得這張照片有點灰灰的 所以我自己再把對比度拉高一點 這樣畫面會比較鮮明 以及模特兒也會在畫面裏面突出一點 而整張照片的粉絲感 你都會覺得好像突然之間重了 終於完成了 我們現在就把預設保留下 然後加在其他照片裏面 這樣便完成了 大家學會了沒有 下一集我會跟大家說多一點 我拍人像的私藏小技巧 大家記得留意 如果你都喜歡我這些教學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裡面會有更多的攝影作品 下次見 拜拜